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大行觀世》 我們今天請來資深證券業人士溫天納 跟我們說說內地上月貿易回亂的情況 Ronald 你好 你好 內地11月份的出口表現升幅好過預期 而進口的升幅就差過預期 貿易順差是近五年的新高 內地貿易表現回亂,可否維持至下年呢? 其實我們見到在11月份的進出口數據方面來看 特別是出口數據比預期強了差不多一倍 本來預期6-7%的增長 現在都呈現了所謂的雙位數字 反而進口方面來看,我們見到 都有一個所謂單位數字的增長 但沒有這個所謂的出口數據那麼理想 我自己覺得有幾個因素影響到 第一個就是我們見到外圍因素 特別是美國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來看 都是叫做成為市場預期 以及內地的製造業數據來看 包括PMI 亦都反映出一個較強的形勢 我自己覺得去到12月甚至明年第一季來看 增長的方面來看 都可能是較強的情況 但你說會否維持一個雙位數字 甚至進口數據有否可能是更強的增長呢? 這方面都是要視乎政策的延續 以及所謂人民幣的走勢 以及所謂訂單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也有可能是稍為回落一點的 如果貿易表現是持續向好的話 對內地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有幾大呢? 其實我們見到 就是說內地那個 特別是三種全會之後 包括了這個 這個中央 這個相關的會議之後 其實都見到 其實都是朝著一個改革的路線去走的 那關於出口方面的情況來看 例如貿易方面來看 其實都是有相關的言論去支持 所謂相關的出口 但我自己覺得 它是朝著這個轉型 和服務業高增長的所謂 高增值的所謂情況 例如高鐵的出口方面 這個外面道具來講 對中國的製造業的關鍵性的影響 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來講 都有一個緩和的作用 但我自己覺得 中國的增長 就不是說 依靠這些所謂的進出口 所以這方面來看 我自己覺得 只不過是一個信心上的 所謂安撫 始終都要靠內需 或者其他的政策 來支持中國經濟的增長 分析認為 熱錢的流入 對出口產生一個推動作用 今次這個出口數字 其實有沒有一個水分存在? 特別我們見到 以往 特別是 第二位度來講 內地的出口 特別是對周邊國家 包括地區 例如香港地區的所謂數據 存在很大的水分 其實現在我們見到 的確是 你見到出口的數據 就是完成市場預期 進口就是 都是跟所謂預期來講 就差不多了 這個所謂的貿易的一個盈餘的問題 或者是相關的資金流程度 其實都叫做配合到 叫做熱錢流入的一個 所謂一個 所謂的價值 特別我們見到就是 內地的人民幣潮升值 以及經濟也都轉土 亦都不排除 有一部分的資金 是朝著這方面 是所謂的一個流入的 但是始終我們留意一件事就是 今次的貿易盈餘 或者貿易的數據 始終都是建基於 歐美地區的一個所謂的出口的增長 那這方面的數據 能否就是造假 或者是有些水分呢 我不排在這樣的情況 但是始終不能夠 好像要恢復 好像以前那樣嚴重的 所謂的一個情況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 水分的機會來講 其實就不是說是這麼大 但也都不排除 部分熱錢是隨著這個角度 是流入內地市場 那這方面我們也要看回 12月份的數據 能不能夠持續增長呢 這個就可能是 建局當中的一個端例了 多謝Ronald 的分析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分析投資趨勢